好 我们赶快来关系一下今天的天气 今天东北季风已经稍微减弱 转吹偏东风的环境 再加上今天台湾的水气非常的少 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北台湾温度明显回暖回来了 清晨本来还有一点点偏凉 但是今天全台的温度通通占上了30度以上的高温 今天全台最高温不是在南台湾 在北部的县市 新北市的五谷来到了34度的高温 面对这个周末假期是什么 母亲节的假期 很多个人朋友可能都要安排带妈妈出门呢 去好好的欢庆一下 到底这个周末两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如果你有安排比较多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的话 建议您安排在周六比较适合 周六的天气真的是蛮稳定的 但是周日就不一样了 天气又会开始有转变的一个趋势 尤其整个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呢 陆续又会转为云多 有雨的天气状况 因为到时候又有一道封面会靠近台湾了 亚洲女途带您进一步来看 明天呢整个东南风偏南风的环境 全台高温炎热要留意 紫外线都来到了过量等级 但是呢有一道封面呢 在周日的中午过后开始呢 靠近台湾由北而南略过台湾之后呢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台湾的天气状况 在周日这一天一定要留意 各地都会转为不稳定的天气 而封面一顾嘛 东北风又会稍微的增强 北台湾的温度又会稍稍的下滑 转凉了 其实呢我们讲到呢 这个周末的天气是重点之外呢 其实这几天呢 大家也疯狂在讨论说 是不是要有今年的第一号台风生成啦 今年第一号台风 艾维尼有可能生成吗 的确现在来看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现在讲呢 真的有点言之过早 因为它现在呢 还是一个扰动一个低压而已 连热低压都还没有生成 所以呢大家稍安勿躁 先好好过完这个母亲节的假期 我们再来观察就可以了 因为呢的确现在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有一些热带扰动 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但是呢现在各国的模式看法不一 有些模式认为 它会稳定的增强变成台风 但是有些模式认为说 它不至于生成台风 所以后续呢 我们再持续观察就可以了 这个周末假期面对呢 母亲节的假期就要展开 也跟各位说一声呢 母亲节快乐 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的 去度假去过节 也要留意周日变天的状况 今天变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你 北部地区明天还是热 白天的高温30到33度 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一样是晴到多云的 天气留意空气品质 南台湾的部分 南高平要留意 近山区可能会飙出极端高温 东半部地区明天白天高温 29到30度 最早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一样是蛮晴朗的 炎热的天气 白天高温25到28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感谢观众朋友